各位觀眾朋友早安 我是星星教授安格斯 今天這個面對 接下來幾天的工作 有沒有很有自信呢 我們講到自信迎戰或青睞 有三個星座今天上榜 當然我們講到 我們有自信不是都是件好事嗎 但是如果展現自信 而特別容易換來成功 那就非這三個星座莫屬了 上榜的這三個星座 脾氣都不是很好 看清楚了一點 我們首先講到第三名是處女座 處女座其實膽量異常的極端 怎麼說 因為處女座其實是屬於 這個十二星座之中 比較內斂的這一組 所以處女座在做事情 在接到責任的時候 往往其實信心都不是很夠 為了這個原因 他就會再加以 五明月的充足自己的勇氣 以至於在出場的時候 展現出來往往都是脾氣過頭 脾氣很大 說話很大聲 所以我們講說處女座 心情起伏超大 常常也會EQ左右了 他的成功關鍵 所以要掌握好自己的心情 通常處女座 就可以因為這個平穩的情緒 而自信心就成為戰力的 發揮的時候 我們講到處女座就要注意 比如說阿里巴巴 馬雲 或者像是Michael Jackson 或者像是范冰冰 你都可以看到這個處女座 展現信心這一面 很容易成功 我們接下來講到 第二名是牡羊座 牡羊座是一個性格強烈的星座 在十二星座 它是第一個星座 所以想到牡羊座 你會想到 這個第一眼印象就是牡羊 好衝 好急 脾氣好不好 聲音好大 對不對 你想的這四點都沒有錯 我們講到牡羊座的控制好 不生氣 邏輯就是自勝的關鍵 那牡羊座 你看 比如說像是李敖 我們這個大師 你看像是祝祝姐之前 或是像是文倩姐 你都會想到牡羊 都是這種快人快語型的人 那如果快人快語 又加上邏輯清楚 把道理講清楚 快人快語就可以自勝 控制好 不生氣 剛剛講到邏輯好 牡羊座的運氣就會好 所以自信心再獲親 來第二名當然是他 如果比這兩個還好的 第一名是誰呢 第一名是獅子座 我們來看到獅子座是萬獸之王 不過獅子其實在這個 你如果常看這動物頻道 你會發現獅子的捕獵率 沒有想像中的高 為什麼 因為獅子常常會要抓一隻獵物 如果信心不夠的時候 牠撲出去的腳步就會慢慢拍 一直就抓不到了 所以我們講到獅子座 如果自信滿滿的初級 王王至聖就會提高 所以我們要先說獅子是一個 需要先自我打氣 自我催眠 然後告訴大家 告訴自己內心火師 獅子座我超完美 那做事情的時候 你的信心十足就非常容易成功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獅子座的人 沒有錯 常常大家說獅子座 你愛面子 好像你很愛稱讚 沒關係 獅子座你也這樣告訴自己 常常告訴自己照鏡子說 好好 我是完美的 所以獅子座就可以 因此而獲青賴 我們想到如果獅子座的人 很代表人物的 都是天后型的 像是王妃 像是阿妹 像是小燕姐 哪一個不是讓你印象很深刻 所以一定要有自信的 獅子座就可以很容易成功 今天的主題 自信迎戰或青睞 前三名分別是 三處女二 舞陽一 獅子 我是心音教授 安格斯 明天見